钱要多赚多存哦 看来台湾买个房子吧 现在在这个都市区啊 里面看到房价这么高 但是呢政府一方面要祭出奢侈税 说最快7月1号要上路 然后现在又说第二波的打房 6月就要来这个放手 就要来这个下手咯 那么建案的产品 得要讲究一下市场的区隔 像我们看到在台北市京华大安区 基地小于50平的这个独栋建筑啊 它单层只能够规划30平的住宅 它干脆包装成三代同堂屋好了 这样的一个概念 看看在房市低迷的气氛当中啊 可不可以成功的区隔市场 也替大家避一些税呢 抗奢侈税建商也要求新求变 像我身旁这一栋住宅 其实它光是一户呢只有30平 但它包装成一整栋 整栋一起卖 主要诉求就是三代同堂 连在一整栋一起卖的 其实光是一条街上就有两栋建案 也成为建商目前最新的销售趋势 不是一户一户卖 而是一栋一栋卖 强调市场区隔性 就是要专门针对独子成家立业后 希望还能够三代同堂的特殊族群 能够互相有起居空间 又能互相照料 这边是可以做三代同堂的 休闲娱乐好的地方 也可以做佛堂 也可以做书房 一层面积真的不大 只能容下简单的客厅和露台 以这一栋建案为例 因为基地面积只有30平 扣掉公社后实际能用15平 七层楼的建筑物一平106万 整栋卖1亿8800万 跟另外一栋基地面积55平 每平139万 整栋直售价要3亿3500万 都是属于总价很高的产品 买方当然也比较有限 希望就是说 整个家庭住在一起 或是他是有的是兄弟姐妹 有的是 就是说他三代同堂住在一起 而且也不会说在同一个楼层里面 很尴尬 有时候不方便 街上说目前已经有超过20组来询问 不过房仲业者也说 像这种特殊产品 溢价空间低 而且脱手性不高 就算定价合理 但依然只能等待有缘人 投资者势必是望值却步 中间新闻 李正华是上以台北采访报道 好